菲律宾撤换了非西部军区司令 总统马克思宣称要调查录音是否属实 您如何看 美希你好 马克思说要调查录音是否属实 意味着推翻了前几天 菲律宾高官的真正友词 反正所谓的录音是伪造的 是人工智能合成的 才是真正的互面乱造 否则就不用调查是否属实了 而把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 卡罗斯海军中将撤职 则更有点不达自招的意思 相当于承认中非间有君子协议 仍然教补给问题有新模式的存在 一个连小孩都知道的办法是 让这位海军中将出面澄清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可是菲律宾方面 采取的是悄悄埋葬的办法 先让海军中将休假 让国际记者找不到当事人 接着解除他的职务 恐怕短期内是不会露面的 可以缓解菲律宾的尴尬 问题来了 为什么菲律宾要进行调查 让当事人避开公众视线呢 一是菲律宾难以门哄国关 中非的确存在 任爱教补给问题的君子协议 所以用调查来让这件事慢慢地降温 二是菲律宾开始服软 意识到不是中国的对手 在花岩岛任爱教争端上 是干不过中国的 菲律宾集结百艘渔船 试图清创花岩岛 结果发现有多艘中国海警船 和民兵船只就在前面等待 不得不落荒而逃 中国海警呢 还在花岩岛举行了演习 公布了至少九艘 中国舰艇像扇子一般 在海上排开航行的画面 这让菲律宾呢激难 三呢 是中国海警发布了 新政执法程序规章 其中呢 有专门的章节 讲述如何处置 涉嫌违反出入境观念的外国人 指出呀 中国海警有权拘留 非法出入境的外国人 最高期限可以高达60天 这就是说呢 中国海警是可以依法拘留 清创南海的菲律宾人士 包括枪行 向任海礁座谈破军舰 提供物资的飞防人士 看到中国是如此的强硬 并且公布了法律先行警告 那么菲律宾呢 就设法后撤 设法解逃了 扛不住了 我个人的骨骑呢 就是菲律宾开始服软了 知道呢 是无力对抗中国的 但是菲律宾总统说话仍很硬 说很难相信有这样一个协议 在向军校毕业生致辞时 也强调 菲律宾将强力捍卫领土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真的会后退一步吗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呢 都会把软话说得很强有力 义正次言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也是一样 不可能呢 在调查刚开始就亮出底牌 对军校毕业生的致辞 也不可能贬成 承认自身力量不足的检讨株 当然了 到目前为止 还不能够排除菲律宾 还会呼叫漫缠 来测试中国 面对任爱交补击问题 会不会呢 真的一发抓人 可以说 中非南海局势 依然是紧张的 擦枪走火的危险依然存在 这一次呢 中非围绕任爱交补击问题 围绕军字协定的真伪 算是掀桌子了 撕破脸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 也将聚焦于 如何处理任爱交 座谈破军宴上 这几年的中非争端呢 都是围绕任爱交 座谈破军舰而展开的 为了维护南海和平 就需要呢 解决这艘破军舰的 去留问题 中方近期呢 提出了两个策略 一呢 是强调 破军舰呢 对南海的海洋生态 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为了保护海洋生态 菲律宾呢 得把座谈军舰呢 给拖走 二是 中国海警发布 新政执法程序规定 对涉嫌非法出入境 惯例的外国人 可以采取 三十到六十例的拘留 很多海外媒体呢 都认为 这是有针对性的法律 其中呢 就包括 非法闯入任爱交的 非方人士 按照以前的君子协定 中国处于 人道主义的考虑 在中方允许的情况下 菲律宾呢 可以向破军舰 提供生活物资 但是不允许 运输建筑物资 让破军舰呢 自然的腐烂 现在呢 非方撕掉这个 相对人道的协议 拿好中方呢 就必然致力于解决 座谈破军舰的 驱离问题了 不能老铸扎在那儿呢 破坏南海的神态 如果菲律宾破军舰 这一类在那儿 不拖走 不排除呢 中方用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18号 非国内多家媒体 报道称 一名菲律宾军方高官 被撤换 外界猜测 该人士变动 或与其曾就人爱交问题 与中方达成 新模式协议有关 与此同时 非总统马克思 日前就南海局势再出狂言 声称将强力捍卫领土 并高调宣布 采购5艘日本大型巡逻船 释放何种危险信号 来看看报道 当地时间18号 菲律宾军方宣布 已撤换非武装部队 西部军区司令部 司令卡洛斯 非军方表示 此举与争议性事件无关 是军队内部领导层 和关键职位 持续变动的一部分 海军少将托雷斯 将接替卡洛斯的职务 深圳卫士注意到 托雷斯斯本月5号起 就暂待卡洛斯的职位 当时非军方发言人称 卡洛斯司令正在享受休假时光 并会在休假结束后 继续履行其西部军区司令的职责 而托雷斯少将 仅仅仅是临时接任司令一职 10号当被问及 是否正在对卡洛斯进行调查时 非军方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不会对其展开调查 不料卡洛斯最终还是被撤职 此前据美国彭博社 和菲律宾主流媒体 获取的一份通话记录 今年1月 中方官员与卡洛斯进行了对话 在对话中 卡洛斯同意以一种新模式 处理人爱销非方 非法坐摊传职的运补行动 并向中方外销官确认 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 非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以及非国家安全顾问阿尼奥 都对运补新模式的建议表示认可 有菲律宾知情人士透露 实际上在通话记录被媒体公开后 卡洛斯的处境就陷入尴尬 明明对新模式知情的特奥多罗和阿尼奥 都矢口否认 安排卡洛斯与中方达成一致 阿尼奥甚至公然宣称 关于人爱销运补的新模式 只不过是凭空捏造 非中在人爱销问题上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特奥多罗则表示 只有菲律宾总统 才能批准与中国在南海达成协议 暗指卡洛斯与中方达成的协议 未经马克思授权 试图将锅甩给卡洛斯 在那之后 卡洛斯的司令官职位就岌岌可危 有菲律宾媒体甚至翻出 其曾在中国求学的经历 质疑其与中国存在所谓特殊关系 非军方卸磨杀驴的做法 引发非国内政界和军界 多位人士的不满 他们纷纷站出来声援卡洛斯 并进一步曝光了 该起事件的更多细节 菲律宾知名媒体人 前参议员塔塔德 近日在马尼拉时报撰文透露 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 卡洛斯确实被任命 与中方官员就缓和南海地区 紧张局势进行会谈 而且是中方首先提出了 缓和南海局势的提议 并坚持要求卡洛斯 必须获得非政府高层的许可 阿尼奥和特奥多罗 则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进行了交谈 马克思也表达了 想要局势降温的想法 塔塔德认为 自始至终 卡洛斯都只是在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 然而在非军方高级官员 什么要和中方展开对话后 非军方高层当即谎称 对此事毫不知情 还迅速将矛头对准了卡洛斯 向卡洛斯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 他虽然还有一年多的服役期 但被建议应该提前退休 观察认为卡洛斯最终被推出来背锅 暴露出菲律宾政府把外交沟通磋商 管控海上分歧当成儿戏 达成的共识可以肆意推翻否认 该起事件也成为了 非军高层的一面照妖性 揭露他们从一己私利 和个人政治利益出发 来考虑和处理这一问题 对菲律宾军方形象 国家形象和中非关系健康发展 没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担当 这实际上严重违背了 中非之间的这种共识和安排 我们把这个内容公布出来以后 给非方造成非常大的被动 那么他现在所谓说的撤换 而不是撤职 那么某种程度上 可能是也留有一种余地 换句话说 非方也想不愿把这个事情做绝 也不愿做成一种坚决的 对中国进行反制的这种行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一方面非方采取一种反制的措施 但同时他又留有余地 另据彭博社报道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18号在总统办公室发送的 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正在调查与中方达成 运补新模式的录音 并称在亲耳听到录音内容之前 很难得出结论 对此有观察指出 中非此前就运补新模式 通过外交渠道沟通 涉及处理这一问题的思路 需要遵循的条件 以及可操作的实施方式 一提敏感严肃 非询方无论是什么人和中方谈 无论以何种方式谈 无论与中方达成何种共识 都是职务行为 而非个人行为 都代表菲律宾官方 而非个人 这种情况下 代表资格肯定是得到授权的 排版决策是有授益的 沟通内容是逐集报告的 对于这些情况 非军指挥链条必然一清二楚 非总统作为非军最高统帅 对此不知情基本不可能 值得警惕的是 马克思一面洋装 对于中国达成运补新模式 毫不知情 另一面仍在继续炒作南海问题 18号在非军校毕业典礼上 马克思高调宣称 面对入侵者 菲律宾将强力捍卫领领土 虽然马克思没有具体指明 入侵者是谁 但有外媒配合炒作称 马克思这是几乎毫不掩饰地指向中国 在南海律师持续升温 这期菲律宾还从日本追加采购了 五艘价值4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28.9亿元的巡逻船 根据非外交部发表的声明 这次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的日元借款 采购五艘全长97米的 多用途快速反应艇 以及支付开发所需的辅助设施的费用 菲律宾海岸警卫对指挥官加万表示 该型巡逻船可以长时间执行海上任务 未来将成为主力船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与菲律宾还在推动防务合作协议签署 本日早些时候 日本防卫大臣穆仁仁 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同意推动尽早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以加强安全合作 为联合演习创造便利条件 菲律宾的这一系列的行动 显然都带有很强烈的和中国 进行对抗性的行动 那么它增强它的军事力量 和它的海上的执法的能力 所以非凡这个做法 显然会容易导致在南海地区 出现和中国的摩擦和冲突 从而加剧这种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 可能会破坏南海安全稳定的 这个局势的做法 菲律宾与日本走进 离不开美国的船局 美日菲领导人 4月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时 美国总统拜登就宣称 在南海对菲律宾的舰艇 飞机以及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 都将触发美菲之间签订的 共同防御条约 但外界注意到 菲律宾本周精心策划的 冲闯黄岩岛闹剧进行时 美国却悄悄退出闹剧舞台 自称菲律宾民间组织 这是我们的 从15号开始冲闯黄岩岛 号称目标是 到达黄岩岛附近 布设浮标彰显主权 在菲律宾船队当天出发之前 中国海警依法队 非方非法聚集船只 进行现场管制 向该地区部署了 数十艘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只 呈现出压倒性的力量 而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注意到 此前一直在南海活动的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在菲律宾船队在黄岩岛附近 准备折腾闹市时 已经一路南下 撤到2000公里外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学者彼得章 在香港南华早报发文警告 与美国走得太近 可能会让菲律宾成为 大国竞争的附带牺牲品 南海实际上是中国和东盟 共享的一片海洋 也是我们的共同的家园 那么我们在经贸上 在海洋安全上 包括在我们这里的人文交流上 都有非常广泛深厚的这种合作 美国利用菲律宾 来挑衅中国的国家安全 实际上它要在中国和东盟之间 插入一个鞋子 从而破坏中国和东盟的 这么一个战略友好合作的这种关系 所以这个做法 我们中国是不能容忍 东南亚国家实际上也不能容忍 所以我想东盟国家 应该在这点上 那么也对菲律宾 进行一定的这种劝说 甚至进行一种牵制